廖俊带家长前妻娘走红毯。她因病情数次俱嫁。男友不放弃求婚最后点头圆梦。 台南的水晶教堂,一开始人气超旺,有住一年百万游客的记录,但由于没有使用执照,所以没有实际作用,人气也渐渐下滑,渐渐消失在大家的印象当中。 日前取得证照后,便在那里举办了第一场婚礼,是既温馨又有意义的一场婚礼。 可以看见牵住新娘走红地毯的,竟然是大家都认识的资深艺人廖俊。原来这位新娘其实罹患了重病,而她也曾经因为自己的病情而拒绝老公的求婚,为的就是不想要成为对方的负担。 但就在老公不断努力下,她终于点头嫁给这个如此深爱她的男人了。 也因为这样的时刻对她来说是这么珍贵,才一走红地毯,新娘就眼眶泛红,而便是死到一半更是止不住眼泪滑落。 所有在一旁的亲友都十分感动,也相当不舍,纷纷为她加油打气。 如今美丽又勇敢的新娘子,在美丽的水晶教堂里完成了自己梦寐以求的婚礼,她感到十分幸福,对于未来她也选择乐观面对,让人发自内心佩服。 网友也表示,新娘你真是幸运,有个男人对你深情的爱,廖俊赞。资深一人能发挥重能量。 以上图片皆解取自影片。 最后由衷希望这位新娘能战胜病魔,和老公走向更长远的未来。